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想跟段天朗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别奢望了 我没有奢望什么 不奢望 那你为什么还来在这里 你以为段天朗真的会离开珊珊回到你身边 告诉你 不可能 因为你们不是一路人 你认清这个现实 段天朗最终会为了地位和利益回到珊珊的身边 你只会变得比现在更惨 住口 就算是为了我好 你也不能说出这么随便的话 叶妃 你没有这个资格 丁海 你已经结婚了 以后我的事 与你无关 你休想拜托我 政华 好 那个 我能跟你谈谈吗 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坐吧 我今天见过居士平了 他说郑太和山城要派代表去西欧 谈电子产品出口的事情 你看可不可以 让天朗和珊珊作为代表一块过去 电子产品这一块 不是天朗负责的 他 以后整个政态都是天朗的 那跟山城合并以后 其实到最后还是要归到他的手下嘛 就当提前让他熟悉业务了 而且他跟珊珊结婚 蜜月还没动呢 趁这个机会补上 那不是给居士平也好有个交代吗 你说是吗 最近孩子们之间乱七八糟的 要是能让天朗和珊珊一块出去一次 正好让家里的关系啊 有时间平静下来 这样也好 那我去把天朗叫来 你跟他谈 我去跟珊珊谈了 好 那我先过去了 不去 我才不要去呢 珊珊你能不能不认性啊 这个机会也是妈妈帮你争取过来的 你去了才有可能能够帮回一局 你知道吗 妈妈 那你能保证天朗他一定会跟我乖乖去西欧吗 现在他爸爸正在劝他呢 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听清楚妈妈的话 珊珊你知不知道你的肚子还是瘪的呀 过两天正怀要是问起来怎么办 所以说你现在跟天朗出国是你唯一的机会啊 可是 没有可是 还有你 看好你自己的老公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妈妈 听见了没有 嗯 妈 你们快看 嗯 你们看 清零 我明天要出差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嗯 我知道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别忘了 我会跟丁海保持距离 也会照顾好自己的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趁我不在的时候离开 放心吧 如果我走一定会告诉你 天老 清零 这么晚了我可以带我老公回去了 嗯 请便 正华 茶好了 好 清零还没起床吗 反正不上班就让她多睡会儿吧 奇怪了 她最近怎么越来越能睡了 大概是前段时间上班累了 就让她多睡会儿吧 不过老师关着房门睡觉 空气肯定不好 我一会儿出去给她买个加湿器 让你费心了 看你说的 妈 你闲的 我一会儿去 清零啊 醒了 饿不饿 阿姨 那是什么东西啊 是加湿器 是 怎么 你没见过吗 那个要放多久 就让她一直放着吧 对你身体好的 你正华叔叔房间里也放了一个 谢谢阿姨 客气什么 应该的 怎么又不舒服了 没有 清零 起来洗漱 一会儿就到楼下吃饭 阿姨等你啊 好 清零 嗯 明天我带你去医院 配点补药吧 不用不用 我可能就是突然放松下来 有点不 不 这 她怎么了 是不是怀孕了 你胡说什么 上哪儿怀孕去 我随便说说你来什么劲啊 行了行了 吃饭呢 都省嘴啊 我去看看她 好 倒胃口 不吃了 这孩子 来 清零 来 我不想吃东西 这是药 胃药 你这样恶心肝傲是胃的问题 快吃了吧 别让你正华叔叔担心啊 听话 吃了吗 吃了吗 好了 走吧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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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谁啊 谁啊 出来 啊 啊 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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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凌 清凌 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了 不哭了不哭了 有血 什么血啊 有人在我房间 好 不哭了不哭了 神经病啊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你睡啊 我看到那个娃娃在流血 有人在我房间 别怕别怕啊 我上去看看 你别去 没事 好了好了 没事了啊 是被吓着了吧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我真的可怜了 没事没事没事啊 别害怕 爹还上去看去了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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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啊 精灵 好了好了 我看见你了 出来 出来 我看见你了 出来 出来 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有 不可能 我真的看见了有个人 清凌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 有一个黑影 黑影 不是清凌 你是不是做梦啊 我不是做梦 我 我真的看见了 有个娃娃 两个眼睛流着血 就在我床上 我真的看见了 丁海 她床上有东西吗 没印象 没注意到 好 好了好了 别紧张 别紧张 我们都在的啊 没事了 娃娃 带血的娃娃 你以为你在拍好莱坞 动漫大片啊 沐青凌 你神经病吧 出幻觉了吧 你要想玩你自己吧 是 我们可不陪你 老公 我们走 刚刚真的有一个娃娃 黑影学家 我没骗你们 刚刚真的在我的床上 真的有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啊 这个刚才也是插着垫的 加水器明明是冒着烟的 我没骗你 好 床林啊 你冷静一点 冷静 冷静点没事没事 真的没有骗你们 我知道我知道 真的 真的 正华 床林怎么样 闹了好长时间 刚刚睡着了 正华 天都快亮了 你也去睡吧 这两天清零 太反常了 我打算明天 带她到医院 检查检查 正华 要不明天 还是我带她去医院吧 毕竟我是女人 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直接问她方便一点 什么意思 我觉得吧 清零是怀孕了 什么 怀孕 不是你看她又没有胃口 又恶心干呕 那刚才 梦想症 说是看到什么带血的娃娃 这些反应都是 怀孕的女人才有的 不 不会的 清零要是怀孕 那孩子的爸爸 不是 我呢也只是猜测 那你说明天到了医院检查了 不就有结果了吧 不可能 好了好了 正华 你别着急啊 有我在呢 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她的 好了好了 你先去睡觉吧 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 谢谢 有点精神衰弱 我开点安神的药 按时服用 吃两天看看效果 大夫 我别的没有什么问题吧 放轻松 那个不该想的事情 别想就好了 没有事的 谢谢大夫 嗯 谢谢 对了清零 你在这儿等阿姨一会儿 我跟她说点事啊 那个老同学 你真的确定 她精神没有问题吗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开点 泰尔灯高氓素之类的药呢 你信不过我 你看你 她还没到精神有问题的地步 不 泰尔灯和高氓素 是精神的药 吃了 它可就真的不正常了 倒是你还在吃药吗 那个 这些年在国外 我已经好多了 该吃的药 还得吃 我是为你好 这次你回来 看起来精神不错 不过还是别大意的好 你在美国的精神科医生 怎么说 放心吧 药都带回来了 好 药有人替我吃 吃了药就去睡觉吧 起来吧 慢点 啊 啊 正华还没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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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吃了药去睡了 那 你今天 带她去医院了吗 嗯 怎么样 啊 正华 嗯 嗯 嗯 那个 清零她真的怀孕了 怎么会啊 是啊我 我就问她爸爸是谁 她怎么都不肯告诉我 而且她还求我说是 要替她保密 正华 就咱们知道就行了 千万别告诉孩子们啊 怎么会啊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正华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呢 啊 医生说 她有抑郁症的倾向 抑郁症 是啊是啊 可能是怀孕引起的 我怕她更紧张 就没敢告诉她 啊 你千万千万 别跟孩子们说啊 就咱们知道就行了 你记住了 抑郁症 这孩子心里得有多苦 我才能得抑郁症啊 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帮她呢 啊 借灵还需细灵人 她的心结啊 只有她自己解 哦对了 这话医生说了 说如果她再出现 幻觉啊什么的 看到什么娃娃之类的 就一定要送医院 千万不能耽搁 我可怎么向苏南交代啊 谁 出来 啊 啊 怎么又在这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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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零 救命 又怎么了 叔叔 叔叔 你快把他赶走 把他赶走 清零 没事没事啊 不是啊 别害怕 叔叔阿姨都在的 你看见什么了 我又看到那个娃娃了 她眼前在流血 什么娃娃呢 没事没事 肯定没事 我去看看 不看不看 没事没事啊 不看不看 什么娃娃 娃娃她流血 她眼前都回来了 没事没事 肯定没事的啊 好了 阿姨陪你回房间睡好吗 我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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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莉 你冷静一点啊 我不回去 好 冷静一点 好 那你就跟阿姨一睡 好吗 没事没事了啊 好了好了 不哭不哭啊 不哭 我看她是不是得神经病了 不像这状的 没事了 没事了 好了好了 走吧 我陪她回去吧 好 回去吧 走 华萍 谢谢你啊 忠华 看你那么客气干嘛 不过 我看她好像真的是严重了 你说真够邪的 你看她 她在你这儿睡得不是好好的吗 你说 她是不是像她妈妈了 在观察观察看看吧 再观察观察看看吧 如果她继续这样恶化下去 我想 你应该送她到精神病院去 否则这就是害她 再说了 你怎么跟她妈妈交代啊 清零来了 哦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又害大家没有睡好 你看你都是一家人 干嘛说这话呢 要不上去换件衣服 下来吃饭好吗 你如果害怕的话 我上去帮你检查一遍 确定没事你再上来 平常工作就忙 回家还不能好好休息 回来不如住酒店了呢 晓晴 少说两句吧 没事啊 别害怕 没问题 上来吧 你看 清凌 没事 来吧 没事 你看这个房间 我全都仔细检查过了 所有的角落仔仔细细的 什么都没有 你太紧张了 你放轻松一点 就不会有幻觉了 不是 丁海 你相信我 我真的看到那个娃娃在流血 我发誓这不是幻觉 可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找到 相信我 大家都不相信我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好吧 我相信你 也不能上班 整天待在家里 我都快憋死了 快憋死了 等一下你能出去吗 一个人 去哪儿 十分钟后 在前面路口等我 来这儿干嘛 我带你去三星 植物园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是说你在家里快憋死了吗 我可不希望家里有个女尸 谢谢你啊 走吧 嗯 她很正常啊 如果清零没有说谎 那娃娃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脑子是不是清醒多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想到什么 我总觉得你的事 没那么简单 可能有人故意害你 走 去哪儿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们换一个地方 感觉怎么样 还是一样 一点都没变 你看 这么多灰尘 还说没变 擦一下就干净了 清零 你恨我吗 如果恨你的话 我现在还会在这儿吗 我们之间经历了太多 没有爱就没有恨 我对你 早已经 没有了男女之间的爱和恨 清零 这一路上我在想 回断家后你要细心提防 我真不希望你出事 以后你在断家 遇到麻烦的话 你可以来这里 没人会知道这里 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断家 这样安全点 我留在断家 我是在等我妈妈回来 我跟她错过了二十年 我不想再错过她了 如果我妈不回来 我是不会离开断家的 上车吧 你们回去 沐清零 你比你妈更狠 你想同时毁了天狼和雪青两个人的婚姻 我不会让你得逞 为了我的孩子 我一定要把你赶出断家 正华 正华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事吗 清零 她流产了 什么 医生说她身体不好 所以说孩子就没保住 那她没说孩子是谁的 我没敢问 我我怕刺激她 你也知道最近她那个 她那个精神状态 最近断家 怎么出了这么多不顺心的事 正华你别着急啊 你想这个事情 反过来说也是挺好的 你说珊珊和居士平知道了这个事情 那不是麻风更大吗 我得给天狼打个电话 他们现在可能在工作吧 我得提醒天狼 让她好好照顾珊珊 别让她累着 珊珊也有神愿 千万不能像雪晴和清零一样 要不 还是明天再打吧 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去看看清零 她在我的小客厅呢 也好 她一定会伤心 走吧 快走 清零啊 你别太难过 你别太难过了 等你结婚了 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对 虽然大家都说 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可是有的时候 时机不对 缘分也没到 所以不能太强求 不是 叔叔 你在说什么 清零啊 那个 你这话叔叔全都知道了 对不起 那个 你让阿姨替你保密 但是 但是阿姨真的没有做到 保密 你别怪你阿姨啊 她也是替你着急 清零 孩子没有了 没关系 只要你健健康康的 比什么都重要 叔叔 阿姨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又没孩子 你们跟我说这些干嘛 清零 嗯 你就说出来吧 你这样憋在心里 会受不了的 你说出来 我们大家替你分担 你越是这样 我们越是替你担心啊 阿姨你在说什么 把我都弄糊涂了 我又没怀孕也没流产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清零 孙阿姨求你醒不醒 你说出来 你这样憋着 你的抑郁症 会越来越严重的 你会不愧着 你会不愧着 我 我 我没怀孕也没流产 你疯了吗阿姨 清零 不是 孩子 你已经那么严重了 你别碰我 我没有抑郁症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我没怀孕 快平 快平 你没事吧 蓝嫂 蓝嫂 废人来了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怎么了 妈 没事 你怎么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 真的真的 跟清零没有关系的 我清零怎么又是你 你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蓝嫂 快带小姐出去啊 我知道了 是你一直在冤枉我 你在陷害我 你想害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究竟做了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 清零 你冷静一点 啊 叔叔 你一定要相信我 是他想害我 是他想害我啊 叔叔 正华 你不相信我 叔叔 你不相信我吗 我没有抑郁症 也没有流产 没有怀孕 是他想害我 不是我疯 是你们疯 你们都疯了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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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慢点啊 没事 没事 慢点 慢点 妈 这么严重啊 你快坐下 你的脚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爸 你看哪 那个沐清零 他根本就是疯了 妈都因为他受伤了 你还要把他 留在家里吗 如果他下次再发疯 那岂不是要拿刀 砍我们全家啊 别胡说 爸 我说错了吗 有病就要治 你这样做 不仅害了我们全家 也是害了他 对了 雪晴啊 听妈妈的话 千万别喘出去 毕竟清零也是断家的人 传出去 对断家和正太的声誉 都不好 嗯 我知道了 妈 妈 所以说 就更应该送清零去精神病院了 去医院能够治病 在家待着 病值会越来越严重 再说了 天朗和珊珊就快回来了 你能保证 沐清零看到他们俩不受刺激 到时候 说不定真拿刀砍我们了 是啊 是 送他去医院 别耽误治疗 对了 正华 明天 你得去美国 我 不是 你怎么忘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让你到美国去疗养加治疗 我本来刚才要跟你说的 结果被清零这么一闹吧 我就忘了 我机票都给你订好了 不 我不能走 清零还得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清零要是顺利的话 一个月可能就出院了 你呢 在美国也许就十多天 而且现在集团的工作不是太忙 现在是去美国的最好时机了 如果清零的妈妈 回来看到你健健康康的 不是更好吗 不行 我 我还得留下 你回来的时候 清零肯定已经出院了 说真心话 我真的是不希望 你看见他治疗的过程 要是到时候你不忍心 又把他接回来接到家里 那到时候 对我们大家都不好 正华 听我一句劝 你和清零的病啊 都耽误不起 有病一定要治 爸 妈说得对 我要说句难听的 你别生气啊 耽误你和清零的治疗啊 那是害人害己 如果清零妈妈回来了 我一定帮你留住她 并在第一时间通知你 说实话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但是 我真的希望你好 麻烦你了 换屏 谢谢 丁海呢 还没回来吗 公帝加班呢 我去美国的这段期间 就要辛苦你和丁海了 你们 要好好照顾清零 她可是为了我 才留在咱们家的 爸 你放心吧 嗯 嗯 放心吧 董事长 这次去美国要待多久 要不了多久很快就会回来 记住 已有夫人的消息马上告诉我 好的 enfants する 事情 我 雪晴 妈跟你说 不管是谁问起来 你都说 精灵是趁妈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流出了医院 尤其是当着丁海 你千万别露出马脚 你老公呢 未必站在我们这边 知道了吗 好 走吧 老婆 来来来 我帮你 爸 怎么突然去美国了 妈给爸约了一家 非常有名很难约的疗养院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至少还要等上一年半载 怎么没看见妈和清零啊 你有病啊 干嘛把我妈和清零扯在一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行不行 我已经连着工作 两天没看到你了 老婆大人 别对人家那么凶嘛 我保证以后咱妈 只能跟咱们扯在一起 我告诉你啊 我就饶你这次 妈这么晚还没回来 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你是不是真的有病啊 你什么意思啊 监督我妈 我 我就关心一下妈怎么了 我妈又不是小孩 用不着你操心 怎么了 关心一下妈也不行 反应这么大 你母女俩 不会再密谋什么吧 妈 您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以后这么晚的话 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去接您吧 谢谢你的好意 嗯 哎呀我累了 上楼去睡了 对了鼎海 那么晚了不睡觉 有事吗 嗯 嗯 我就想挺晚的 清零还没回来 所以想要不要 给她打个电话 哎 恐怕她不能接电话 什么意思 哦 是这样的 她今天呀又犯病了 我就把她送到医院 谁知道我付费的时候 她一声不吭地 悄悄地就走了 我找了很长时间 都找不到 后来护士告诉我 说她说了 让我们别再找她了 妈 你的意思是 清零她不告而别了 哎呀对呀 你说这孩子 她怎么就那么任心呢 哎 我最近 清零明明说过 一定要在这里等苏南回来 不可能一句话都不说 就离开 如果清零真的走了 雪芹应该开心地告诉我 不可能跟我生气发火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所以妈这么晚回来 一定是一直在找清零了 是啊 你觉得我是在撒谎吗 我怎么敢 我只是想这两天 妈一直跟清零在一起 她有没有说 她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跟护士说了 说让我们别再找她了 说让我们别再找她了 好